你说这个叶酸吧 网上又说不叫吃叶酸了 这个事我也讲什么 你来我问一问 它是这样 最近尤其是美国的初中给男 好像不再提吃叶酸这个事 但是这个事得这样客观的看 中国的国情跟美国很不同 美国它面粉里头 从1988年就往田野生 它到现在也没有停止 所以说你在美国你就正经吃饭 一天就能补这么半片到一片的叶酸 咱们国内的没有这个措施 同时呢还有一个饮食习惯 您像您这个饮食习惯呢 平时凹菜这个菜都做熟了时 要不咱觉得胃不好受吃生菜 美国人吃生的东西相对多 它叶酸摄入多 这种饮食习惯以及国情的不同 造就了人家美国人那个血清叶酸水平 普遍在15左右 你猜猜咱中国人血清叶酸水平 普遍在多少 猜猜三四五 就这一块五左右 偏低 所以说呢国情的这个不同了 造成了咱们您该吃还得吃 您的同行断光酸高加上高血压 您现在吃这个叶酸片 九块钱一盒 这一盒五毫克的一次吃四分之一片 能吃四百天 花不了什么钱 坚持吃吧 对您将来降低这个脑毒中啊 脑梗塞的发生率啊 效果非常好 您最喜欢的 咱们国家最顶尖的教授 孙凝玲教授 也支持广大H层高下的幻觉 吃叶酸 他也支持 所以说您就踏踏实实吃吧 谢谢 谢谢 我谢谢 嗯